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UP主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的1加8 Pro的开箱视频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配件 首先这个是OnePlus原配送的银耳2T耳机 Type-C接口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自己买的方圆纤维的保护壳 还是挺贵的 听说手感非常的好 所以就买来尝试一下 那么这最后也是原配送的银银保护壳 还是挺漂亮的这个颜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OnePlus的原厂配件方圆纤维的保护壳 这个我还是非常期待它的手感的 OK 首先呢这个非常的坚硬 然后里面的材质和外面是不一样的 这个背面的手感会比诺加的巨碳酸子更柔和一点 有种融融的感觉 有种皮革般的细腻 摩擦力也是挺大的 这个1加的logo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侧边呢它是用TPU的材质 好的 接下来是这个胡青色的撒烟保护壳 本来不想开它 毕竟我要用那个方圆纤维的 不过呢至少要体验一下 所以说就开封了吧 哇这个磨砂的质感 是真的真的像沙子一样啊 这个放在口袋肯定是不会滑出来的 摩擦力非常的强 而且挺坚固的 虽然好看 但是这个背面的手感很大感 很色 好的接下来这个是银耳2T耳机 黑色的 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 这个包装还是挺美丽的 就非常精致的一个小盒子 那么呢这就是耳机本体了 然后这边呢还藏着一个小盒子 可以拖出来的 非常迷你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哦 我知道了 这里面就是那个 这里面就是各种大小的耳塞啊 是适应不同的恶行 说明书 耳机本体 这个包装还是非常精致的呀 OK 最后呢就是手机本体啊 这个包装还是非常的大的 它这边有个小贴子啊 是可以方便你直接撕开这个包包装的啊 好 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 这个摩擦阻力还是挺小的 不得不说这个包装呢还是非常的长的 以至于我这个镜头呢不能容纳下 所有的东西 好 首先呢这个是手机本体 还是有点分量的 我们先放到一边 这里还有东西啊 看样子是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保修卡 快速入门指南 贴纸啊 一堆贴纸 欢迎信 然后这里有卡针 欢迎信 我们要不要打开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是保护壳 有个透明的壳 然后这个是数据线 红白色的数据线 那么呢这个就是充电器了 30W的快充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欢迎信里面都写的些什么吧 亲爱的加油 感谢你选择OnePlus 8系列手机 同时也欢迎您成为OnePlus的朋友 加油的意愿 6年前我们从社区出发去许多多数为谋面的人啊 因为不将就啊 走到了一起 这里的批评与建议帮助我们做出更棒的产品 这里的热爱和分享 让彼此走得更近 在一起交流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也创建了独特的社区文化 我们要感谢每一双挑剔的手啊 更要致敬每一份挑剔的眼光 身处这个行业呢 没有谁比我们更懂得其中的可贵和来自不易 和加油一同打造 使OnePlus有不变的承诺 走到今天我们依然怀怀出发时的那份热爱 只有这样才会不辜负你对OnePlus的期待 欢迎您加入社区 关注我们一起做出更棒的产品 Never Settle 创世人 NCEO 这个是30瓦的快充啊 那么呢 这个USB口还是红色的 这里有个宜家的logo 点人是飞起 我们先放到一边 这个就是红色的 红白色相近的 USB Type-C的数据线 充电线 现在这个是原配的透明壳 这里呢 比较粗糙啊 有点磨砂的质感 这里呢 就比较光滑了 那么呢 这上面就有一家的 标志性的语言 这个透明壳的话 挺软的 然后用久了肯定会发黄的 这是固定的 好了 终于来到了重头戏 这就是手机的本体了 这里有显示指纹识别的位置 那么呢 背面这里呢 有显示NFC 还有那个无线充电的位置 这个全面屏还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这旁边的过渡呢 边缘的过渡也是非常的圆润舒服 边缘的这个H工艺也是最新的 这个是清空的配色 4个上线头 一家的logo OnePlus 非常的滑 非常的舒服 好这边呢 是三段式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音量键 上下线 下面就是卡针的位置 还有USB Type-C 还有扬声器 这边有扬声器 双扬声器 一家8Pro呢 拿起来感觉会比这个 那么加7Plus还窄 因为旁边很圆润 不会那么咳嗽 就感觉非常的纤细啊 苗条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给机子套上 放人线为保护壳 这铁盒还是非常紧密的 这边开机键 来欣赏一下 OK OnePlus 欢迎使用 OK 开始 一家账号的话 这个我晚点再说吧 跳过 主文是别 下一步 可以开始使用 这边还有推荐用 预众还是挺多的 可以浏览器 算了 快手 算了 顺便一提 我才知道一家原配的Type-C数据线和诺基亚原配的是不一样的 虽然它们都是吸口线 但是呢 这两个线完全不一样 用诺基亚的原装线是没有办法30瓦快充的 也没有闪电的标志 用一家的原装线才有30瓦快充 好的 我已经刷好了海外的养OS系统 好 开始 同意 同意 点击化 好的 连接至我的WiFi 好现在再检查更新 复制应用语和数据 先不要复制 等它核对信息 登录我的谷歌账号 谷歌服务更多 接受 同意 指纹识别 下一步 边缘 好的 指纹语添加下一步 继续设置吗 是的 更多 启动 谷歌助理 下一步 voice match 放红谷歌助理 OK OK Google OK Google OK Google 听起来不错 太棒了 进行设计 进行设置 添加 那个电子邮件 字体默认就好了 全屏手势 开始学习 返回上一集 返回桌面 多任务 完成 开始使用 OK 这就是海外版的 YanOS系统 完整的谷歌群家桶 Netflix 然后Messager 然后Gmail啊 谷歌啊 谷歌助理啊 YouTube啊 什么都有 OK 数据网络关了 那个 先把一些NFC 一些给关掉 首先呢 这个是YouTube OK 通知 接下来是谷歌三连 在这里的话 可以安装各类的应用 啥东西都有 那么呢 就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 Spotify 这个是个音乐软件的 然后它正在安装 我刚刚已经点过了 OK 打开 非常的快速 自动登录 它因为我登录了我的谷歌账号 在这个手机 所以说它就自动 登录我的Spotify的账户去了 喜欢的音乐 就比如说我的频道 这是我出的最新的视频 接下来我们给它充一下电 你可以注意到 右上角有个闪电的标志 这就是啊 快速闪充 电视 专业设置 分辨率 已经是最高的 OK分辨率 然后呢 刷新频率 120赫兹 nice 很好 然后休眠 10分钟休眠 对了 还有一个东西 但你点击这个关于一家 然后点击这个把文号 就可以解锁开发人员模式了 开发这模式 在系统这里 开发这选项 我这个OEM结束已经解了 好 这下面呢 还有USB条式可以打开的 这个用于刷机的一律允许 OK 好的 一家 15 8PRO Y YES 我现在可以检查设备状态 4 1 OK 已经识别到我的设备了 放回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9 ROOT设备 然后1 安卓10 OK 收入密码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高级 ADB线刷 然后把这往右滑 往右滑了之后呢 按确定 那么呢 接下来就可以重启系统了 放回主界面 接下来呢 你在这个屏幕这里就会看到面具了 OK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装一下态极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刷入态极 14 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态极了 OK 更新模块引擎 更新中 同意 为知晓 现在是阴内核 态极阴内核 我们需要把它说成阳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态极的阴改为阳 正面具这里 模块 添加模块 文件管理器 我已经拷贝到根目录了 好的 已经完成 重启 就是这么容易 重启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态极 来 已经变成阳了 那么呢 变成阳了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 添加模块 下载模块 有很多模块可以给你玩 就比如说抖音助手啊 支付保存操模块啊 更多的模块下载啊 还有教程都在这个虚拟框架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那么呢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待会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应用的启动速度 还有啊 多任务之类的 那么呢 一加8pro呢 我已经用了三天了 今天是第三天 我已经用了三天的120赫兹啊 然后这个系统呢 是从轻OS换成iOS 有那个谷歌群家桶 非常的流畅 当我用完一加了之后呢 我再回去用以前的系统 我会很明显的看得到有拖 就是有延迟啊 就是这个刷新率啊 是60赫兹的 然后滑动呢 你可以明显看到拖音 其实也没有对比的意义呢 这个一加是完生这两款手机的 一加呢 它是用最新的UFS3.0储存技术 还有LPDDR5内存 那么呢 诺基亚他还是用很老的UFS2.0 还有LPDDR4内存 啊 卡斯 好 接下来的是一加 有没有感觉非常的流畅 哔哩哔哩 是吧 Youtube Youtube 来这是我的视频 关闭 来Facebook 好的 接下来呢 给你们看一下4K的片源了 这是我在群慧的NAS里面 现在从远程服务器啊 来访问的 OK 已经开始加载了 我没有放声音 因为是有版权的原因 非常的快 4K解码 是不是 然后我还有一些其他的 视频啊 美剧啊 丑女啊 随便播放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软链解锁 这就解锁了 超快的 来 指纹 OK 那么呢 这个是松下的GX85微档 我 视频前半段一直用的是这个相机来拍摄的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诺加的手机 我现在没有开防抖 这底部三个按钮 围巾隐藏的 左边是多任务 多任务 就比如说 点击这个 然后返回主菜单是中间的 向上滑 那么呢 你要返回上一级很简单 直接 从右 往上滑 就可以返回上一级 那这就是返回上一级 咱们来看看它这个微距怎么样 接下来给大家看的是一加8pro的一些拍照样张 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无论是日常拍摄还是微距还是夜景啊 都是挺不错的 比我以前的手机好 而且呢 相机启动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这里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 叫场地模式 场地模式 一旦被开启 你将无法退出 所有的手机通知将被屏蔽 你可以设定时间 就不是说我占别手机20分钟 这20分钟呢 你可以专注的享受生活 专注的工作 专注的阅读什么的 就手机啥也做不了 你就远离手机享受生活吧 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部手机呢 是因为我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一天我逛京东 首页就出现小罗伯特坦里代言的一加8 也就是钢铁侠代言的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非常喜欢的角色 所以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一家 而且在视频最后呢 小罗伯特坦里说的那句 never settle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然后再加上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呢 他也非常了解一家 他跟我讲解一家的过去啊 历史啊 还有各种分方面面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国外的up主嘛 他们也做过一家的视频 所以说我就这么被种草了 也就开始去了解一家 然后也喜欢上了一家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一直心心念念 这款手机就一直想买啊 直到前几天才终于剁手了 才终于很下心啊 去买了这款手机 过去几年呢 我买过太多的几百元千元机的手机了 因为我那时候认为呢 只上个QQ 听个音乐 看个视频而已 一千元的手机呢 和五千元的手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而呢 我每次买的低端手机呢 坚持没多久啊 坚持一年啊 一年多啊 然后就坚持不下去了 变得越来越卡 容量越来越少啊 开个微信啊QQ啊都能卡死掉 然后电池寿命呢 也衰减了 续航时间呢 越来越短 2016年呢 我当时很下心 花了3000多块钱 买了一个iPhone SE 外观我非常喜欢 屏幕也非常不错 不过呢 它的电池容量真的是小 一千多毫安 然后到现在呢 已经衰减到82%了 然后续航称不到半天 然后64GB的容量也非常的小 后来勉强用到2019年 我换成了一千多块钱的诺加7plus 那么呢 这款手机呢 屏幕很大 电池续航能力也很强 然后呢 也比iPhone SE好很多 真的快很多 续航能力也强 然后这款手机呢 用了一年多 之后呢 也变得很慢啊 很卡 然后经常应用程序 无响应 还要等待 当然呢 即使它变得卡了 也比iPhone SE快 本来我没有换手机的 欲望的 想坚持用很久啊 但是呢 它开始变得很卡了 让我很烦恼 很气 我刚刚说的卡呢 是怎样子的卡呢 就比如说 你现在要拍照 我发给朋友 你点了相机的图标 然后相机打开来了 但是呢 还是黑屏 那个相机没有完全打开 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终于可以看到画面了 你点击拍照的按钮啊 拍了照片之后呢 你要切换程序 切换到微信 那么呢 你点了微信 结果它不打开了 它无响应了 死机了 然后呢 你无奈的 把那个微信强制停止 然后呢 再打开 好 现在打开微信了 我准备选择图片 然后这些图片呢 还是没有加载出缩绿图 然后呢 我等了很久之后 缩绿图才加载出来 我才知道 我要选哪些图片 好了 你发送图片出去 OK 总而来说呢 iPhone SE 还有这个诺加7 Plus 都是同样的 现在都是同样的毛病 都是这种开启程序 无响应按要等很久啊 这种很慢的储存速度啊 直到我开始了解一家 喜欢上了一家之后呢 才知道它引领了很多技术潮流 就比如说 它率先推出了90赫兹的屏幕 还推出了UFS3.0储存技术 还有LPDDR5内存 直到一家这个品牌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极客还有一些媒体 对吧 那么今天我开箱的这款手机呢 优点很多啊 其中最大的优点呢 就在于它这个屏幕 是三星顶级的AMOLED屏幕 相信很多人买这款手机呢 都是冲着这块屏幕去的啊 这是我第一次从60赫兹 跨越到120赫兹啊 这个跨越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没有体验过上一代的90赫兹 我不知道90到120的区别 但是呢 我能明显感受到60到120的区别 用久了这块屏幕呢 我再回去看其他屏幕 我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脱颖啊 就那种延迟感 屏幕它的调教非常的好 无论是精细度啊 还是色彩显示啊 都是非常的好 特别是黑色的场景 真的是纯粹的黑 你看电影的时候呢 黑色的场景非常的黑 不会放白 不会那种灰灰的感觉 相比之下呢 我的诺家的屏幕呢 就好像有点凹下去在玻璃之下的 然后呢 整个屏幕有点灰色的感觉 看电影呢 也是啊 黑色的场景 不是纯粹的黑 是有点泛白的那一种 总之这款屏幕呢 不会让你失望的 它真的是非常的脏 再加上它是曲面屏 然后背面的AG工艺真的很棒 整个手机呢 手感非常的好 很纤细苗条 然后我都不想带手机套 不想贴保护膜了 真的是手感非常的好 相机方面的话 它可能没有同价位的手机那么好啊 不过呢 参数已经是顶配的也是 非常的好的那一种 那么呢 只要比我的诺家还有iPhone SE好 然后比我的松下微单差 在这个区间就行了 日常使用下来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就是偶尔拍拍照啊 发发朋友圈啊 然后拍拍美景啊 拍拍美食啊 都是可以的 解析力非常的好 除此之外呢 30W的快充 确实是挺不错的 而且呢 它也支持30W的无线充电啊 后来呢 我把国航版的青OS系统呢 刷成海外版的养OS系统 我谷歌全家桶啊 什么服务呢 都可以完美的兼容啊 很流畅的运行 我个人使用手机呢 比较依赖谷歌服务 有很多操作呢 我必须要用到谷歌服务的 所以说 这个能支持是挺好的 那么呢 刷了海外版的OS之后呢 你还有root 还要刷面具 刷太极 最好装一下指纹识别的模块啊 不然的话 你是无法使用指纹识别的 那么的本期视频呢 只是简单的开箱 还有个人使用几天的感受啊 那么的更多的 我以后会再补充啊 这期不是专业的评测 只是开箱哦 总的来说呢 这款手机的优点就在于屏幕非常好 手感很好 相机呢还可以 主要是屏幕啊 屏幕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手机的速度 真的是非常的快 行云流水的感觉啊 一开始下达买这款手机的时候呢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退货 因为第一次买这么贵 5000多块钱的手机有点落筒 但是在买来了之后呢 我觉得啊 这个钱真的是花的很值 确实是用过最棒的手机 不都不说一家的海外版系统呢 确实是很纯净 最接近原生的体验了 而且呢 还有谷歌全家统非常的舒服 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的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